第1230集 翻脸比翻书快 喂 哪位啊 莫小雨以为是拓拔青碗打来的 但是拿过来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真是没想到 莫先生什么生意都做 我正在拓拔青碗小姐这里挑选玉石 莫先生不过来和我见个面吗 莫小雨听到这个声音 头皮一阵发麻 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对方居然挂断了电话 看看顾依依 莫小雨表示很无奈 出事了 顾依依坐起来问道 蚩链之鹰找到拓拔青碗那儿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 莫小雨一边穿衣服一边嘀咕道 他明白 这是池田之鹰在向他示威 虽然现在不会对拓拔青碗怎么样 但是这种被威胁的感觉实在是不好 所以他必须去看看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顾依依说道 莫小雨本来不想让顾依依跟着的 有一个拓拔青碗就够自己照顾的了 再加上一个顾依依一旦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照顾的过来 但是又一想 把顾依依一个人扔在这儿 万一被人调虎离山 岂不是故此失彼 所以 等到顾依穿好了衣服 两个人打车去了七九八艺术区 到了之后啊 莫小雨才发现 池田之鹰没说谎 他确实是在拓拔青碗这儿呢 而且呢 也确实是在挑选翡翠玉石 而拓拔青碗不认识他 既然是大买卖上门 那自然是好好招待了 虽然现在早已经过了营业的时间 依然还是留下公司里的人来谈这笔买卖 哎 你怎么来了 拓拔青碗看到莫小雨来了 很惊奇地问他 千万 我们做的生意风险很大 以后过了下班时间 多大的生意都不能做 你想过没有 这些人万一是强盗呢 莫小雨看都没看池田之鹰 上来就对拓拔青碗说道 拓拔青碗自然不知道这些事 他又没见过池田之鹰 莫小雨进门就这么说 让拓拔青碗颇为惊讶 说什么呢你 这是 池田小姐 你买了哪一款啊 莫小雨看向他问道 都没像中 可能是我太挑了吧 老板 不好意思了 拓拔青碗说道 哦 没事没事 做生意嘛都是这样的 莫小雨朝着顾一一使了个眼色 顾一一立刻拉着拓拔青碗出了会议室 房间里就剩下莫小雨和池田之鹰 以及他的两个保镖了 你们两个出去 莫小雨指了指他背后的人说道 但那俩人根本没动 他们又不是莫小雨的人 自然不会听他的话了 直到池田之鹰点点头 这俩人才走了出去 并且带上了门 哎 说吧 找我啥事 莫小雨点了一支烟 喷云土雾的样子 吊耳朗当的 狠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做的好事 我们和梁红梅合作了好几年了 一直都很愉快 为什么现在就不和我们合作了 池田之鹰有些愤怒了 我说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梁红梅不和你们合作了 你来找我呀 我在梁红梅的公司里 又没有任何的股份 我怎么会做她的主啊 你找错人了吧 莫小雨不满地说道 莫先生 别装了 我再说一遍 我和梁红梅的合作 不可能取消 如果她不和我们合作 她和我们做过的那些生意 包括她背后的人 我们都会公布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地劝劝她 这件事闹翻了 对谁都不利 池田之鹰毫不客气地说道 哎呀 看来你是吃定她了呀 莫小雨说道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可能不知道 梁红梅在日本东京 购置了一栋商业楼 作为商业中心 价值五百多亿 这些钱都是这些年 和我们合作积累的财富 现在想一下子把我们甩开 你问问她 这笔财富还要不要了 池田之鹰继续说道 多少钱 五百多亿 人民币还是美元 莫小雨问道 莫小雨问这话的时候 池田之鹰的脸 一下子红了 说道 日元 吓 吓我一跳 那何人民币多少钱 莫小雨对汇率不太熟悉 问道 三十多亿人民币 池田之鹰说道 三十多亿 不大可能吧 要是有这么多钱 他们早就离开中国移民了 不可能 莫小雨说道 可能不可能 那是你认为的 你可能只知道 我们山口组在利用她 为我们公司洗钱 她难道就没再洗钱吗 告诉你 我们是在把黑钱洗白 而她是在把中国国内的钱洗出去 这些年来她洗出去多少钱 你问问 看看她会不会告诉你 池田之鹰嘲笑地 看着莫小雨说道 对于池田之鹰说的这些事 莫小雨闻所未闻 看来 梁红梅不但是在利用自己 她的身上 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很多事 当然了 有些事自己知道了 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就在刚刚 梁红梅还要求自己 去对付池田之鹰 目的呢 就是不想和她合作了 如果池田之鹰说的是真的 那么自己可能又被梁红梅利用了 哎 你们的事啊 我就不想参与 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 我看啊 这事呢 你们还是面对面谈 比较好 莫小雨觉得 无论池田之鹰说的真真假假 自己都不一再参与进来 又没什么好处给自己 瞎唱我干啥呀 我倒是想找她 但是她避而不见 我想 以前她可没这个胆子 但是自从你来了 她的胆子就大了 这背后给她支撑的 不会是墨小雨先生吧 池田之鹰的眼睛 如她的名字一样 像鹰眼一样犀利 我和她又没有任何关系 我支持她什么呀 都没给我好处 墨小雨淡淡地说道 说完 墨小雨看向池田之鹰 继续说道 要说起私人关系来的 我和池田小姐的关系 远胜过和她的关系 你认可这一点吗 墨小雨的笑容里 带着满满的暧昧 她不提这事还好 自己可以装作 没发生过那事 可是她现在 居然不知廉耻地 又提起来 这让池田之鹰恨不得马上杀了她 你再说一句 我就杀了你 这丫头说到做到 墨小雨一个不注意 对方的手里已经多出了一把枪 也不知道她是藏哪来着 对方的手里